有豬農就在說 他就說我怎麼知道 因為那是飼料裡面含出來的 那我買的飼料裡面 我怎麼知道他有瘦肉精 所以他根本不曉得 他自己有瘦肉精 所以這種狀況是有可能的 對不對 我是希望說回應一下 那個九十九點幾 是沒有用瘦肉精的這件事情 我來告訴大家說 好的風險溝通或是危機溝通 從這個地方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說 政府應該怎麼去做 沒有這樣做 應該怎麼做 一個溝通無效的原因 就是被溝通者 跟溝通者的資訊不對等 所以今天誰有這個資訊 知道這個有沒有人偷用 偷用是哪幾場 是政府在他的手上 我們民間不知道 業者也不知道 所以這個時候 不知道人就會 對知道人有非常高度的懷疑 所以亞瑟政府要做好的溝通 他如果是站在保護本土 這個這個豬農的角色 去看的時候 他也知道這個問題 他控制了處理的時候 他會講說 我們99%以上的租屋都是沒有用的 那些少數的有用的 我們已經掌握 而且已經處理了 他如果有公信力 這個事情就解決了 他導過來講說 美瘤的減出力25% 這個也有1% 他又說這個很毒 好 下一筆是誰 他又不講 如果他說這個害群之馬 我已經揪到了 那我們已經跟他法辦了 那民眾就會安息 現在他又不講說 講了一大堆這個什麼 其實已經處理 就應該公告是拿起家 讓我們知道 但是我看到你們豬農業 簽了所謂的竊節書 你覺得這樣真的會 撕毀大家的信心嗎 我感覺說 這是算也是一個取代的產地證明 包括對自己的東西的宣示 因為竊節書簽完之後 他又出口市場 還會驗到 有那個所謂 尤其算我們的罰款 都有那個最低跟最高 是都以最高的來處理 所以對這個不孝業者 也是有好處的作用 對這個改革也有一個保證 所以你們等於資歷 那我來問一下我們的觀眾 就是說 除了牛之外 我們今天已經談到豬了 所以你們對這些豬肉 公告這樣子之後 你們還敢吃嗎 敢吃的舉一下手 好 那我們是不是講一下 這對夫婦 是不是談一下為什麼敢吃 就直接講 因為如果說 有一個履歷在上面的話 其實我們也會相信說 這個豬農 他是對自己的一個產品 有足夠的信心 跟有一個榮譽在裡面 那既然他敢提出這樣的一個履歷 我們就很回應他 不應該 竊節書 履歷還沒呢 我覺得那是一個形式 那讓我們會增加我們的信心 所以你敢吃 不敢吃的是不是可以講一下 好 來不敢吃是哪一位 來 主持人好 因為有一點怕怕的啦 就是因為擔心 擔心大家吃下去新健康的問題 所以目前是不太敢吃 因為想說政府目前還沒有給我很大的信心 那我覺得說豬農是真的檢驗的可以通過這樣 雖然豬農他們是有自己講說 蠻確定說是不會有啦 可是最近這麼多風波 我們 我個人是不太 好 那你不吃豬肉 你有沒有什麼取代 或者是你吃什麼呢 目前一些雞啊 魚肉都不太敢吃 因為像那個 改吃素啦 盡量少吃啦 因為像這一陣子啊 雞也有禽流感啊 那現在又抱這個瘦肉精的問題 所以目前是不敢吃 不過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瘦肉精 到底是一個什麼事情 我們常見的 其實這個就是美國的 這個萊克多巴胺 這是美國的 那當然也有學者跳出來說 這個是毒性最低的 那這個奇帕特羅 這個是很毒的喔 然後沙丁鞍醇也是很毒的 然後這個克羅特羅更毒 因為在那個就發生說 有人吃了這樣的肉就就中毒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中毒 其實包括這個 到底它的攝取量毒性 其實你看萊克多巴胺 這個是還更毒的兩千倍以上 那當然它可能會造成的一些影響是包括血壓升高 心跳加快 神經緊繃 不自主的抖動 但是說實在 真的研究的還是很少對不對 沾教授 這個像這種也是不是很好的風險溝通 是 他就把這個這樣類出來 然後想說有一個比較毒 有一個比較不毒 結果他溝通的結果 大部分人接受到的時候 這個都是不毒 都是毒的 都是不好的 是 OK 所以他原來想要來區隔 這個是達不到區隔的效果 這個是他們的盲點 在講這個事情的時候 因為這種科學的用語 民眾是接觸不到 民眾的感受不是這個樣子 那目前萊克多巴胺 給民眾的這個印象裡面 是比較更深的 你新的名詞 可能要經過一個禮拜後 才開始想說 我原來是這樣 你現在問大部分的十個人 九個人說 聽說有一種新的比這個毒 可是他講不出那是什麼東西 那萊克多巴胺 他一定講得出來 是 所以我說我們政府常常 或是報紙 在做這樣子的圖表 的時候感覺好像是很有用 這報紙做的啦 可能也是政府放出來的 第二個就是說 其實萊克多巴胺 我還是要講 因為他是在後來 很多進了以後 就沒有再研究 這個現在的研究 就這兩年裡面 我說對於中樞神經 對於生殖神經 在動物上都有看得到 所以那種毒性 也不見得說 大家想像那麼低 我是說 從我們風險分析的角度 就會去看 那說這樣比是不太對的 這只有比這個心臟毒嘛 所以這個又不夠精確的時候 這個壞處就是說 有人又有另外一篇論文說 你看這個毒性是你們沒有考慮到的 那你原來的溝通都沒有用的 所以講這個事情 一定要全面的 可是全面問題是現在也不是那麼全面的資訊 所以楊所長你看了這個 所以你剛才也很強調溝通嘛 對 沒有要溝通 我想是這樣子 就是現在目前在世界上 就直接舉美國好了 那美國FDA是主管包括人藥跟動物藥的查驗登記 那美國FDA核准的只有兩個藥 那一個就是萊克多巴胺 這是1999年就開始在豬就先上市 然後2003年在牛 2008年在這個火雞 那第二個藥呢就是奇帕特羅 它是另外一個公司的產品 它是2008年在牛上市的 所以只有這兩個是目前是FDA核准 也有一些其他國家核准 後面這些沙丁安純克倫拓羅 甚至這個所謂的乙型受體素 其實有三四十種 都沒有被核准使用在這個所謂的飼料添加物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的話 所以基本上就是就FDA的來講 它是認定是萊克多巴胺跟奇帕特羅 它的毒性呢 你在如果是 因為毒性都跟劑量有關 是 你劑量如果小 但是它有促進瘦肉生長的效果 那相對來講就是比較安全的 那其他的根本就是禁藥 所以禁藥的話就不能夠添加在這個所謂的 這個FDA裡面來當飼料添加劑來使用 我可以再追問一個 因為美國在2011年3月的一個統計 就是他們因為吃這個 就是有瘦肉精 然後就有21.8萬的豬就生病或死掉了 那這樣的統計數字是不是會帶給台灣的一些覺得很恐怖 這個是這樣的 因為這個議題我們在那個上次那個技術小組會裡面也提到 那它是在美國就是包括人藥跟動物藥通通都有一個所謂的 有害的反應的一個通報 那我們也去那個FDA的網站上去看 那它那個是一個算是一個畜牧場的畜組 或是受醫師或是進到屠宰場的時候 這個塗檢受醫師所發現做了一個統計的一個通報 那從那個藥開始上市一直到2011年 所以不是2011年 所以你不知道它的發生率是多少 但是你把這個數字如果不小心不仔細去看 那以為是2011年就有那麼多 看起來好像是很大的一個數字 實際上並不是 OK 不過我們還是要回到牛的身上 因為現在大家都說 這個美國牛是完全沒有辦法禁止它不進來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們看到歐盟 它也告了 就是美國告他們說你們應該要開放 你為什麼不開放 結果也告輸了 就是輸了 所以它必須要開放 可是歐盟他們就說 好 要開放 但是你所有有化學的東西 你的肉都不能進來 可是台灣能不能這樣要求 其實台灣在所有的檢驗裡面 他是用抽檢 就是2500頭裡面 就是五件你 然後去抽一個 那這樣的檢驗 是不是能夠讓大家安心 那當然行政院也說 要用分批的 一批一批檢驗 那能不能讓大家安心 這個我就要想問一下 中心裡面怎麼看 就是說如果我們用分批的 這樣的一個抽檢 反正美國牛一定會進來 我想如果分批有效的話 三管五卡就不會破功 三管五卡 我想這是 就包括他今天成立的這個 什麼危機應變小數 他講的 比如說我們到行政院 兩次的陳勤 陳勤的官員有處長 也有那個專業人員 我們就問他說 有沒有害就一句話 他也不敢講 你看陳勤的官員他都不敢講 然後呢 你看你問政府官員他都不願意講 因為其實我覺得就如果從公民參與 角度很簡單嘛 你開聽證會 法定的聽證會的話 就是可以正方來辯論 那立法院也可以召開公聽會嘛 那一些公民參與的機制 我們台灣就是說 就是說一些比較 比較有進步性的參與機制 我們台灣還是有的 可是政府放棄這種管道 甚至我們也可以請 用總統辯論的方式 就是我們找正反方的方式 用很理性來溝通啊 可是政府是放棄所有這種方式 然後他說他成立了危機小組 成立什麼什麼 我覺得你從三管五卡破功 我們就發現到 不曉得要吃什麼了 不過現在美牛一定會進來嘛 那歐盟他們說 只要有化學用品 他們也只好開放給美牛啊 可是他們說只有化學用品 我們就不准 那台灣有沒有這樣的能量 就說不可以 可是我就問詹教授 我覺得我一直服務於政府 在多邊架構上 這是絕對可以的 也就是說當初美國跟歐盟 為了荷爾蒙的這個肉品 能不能進到歐盟整個市場的時候 就十幾年的這個紛爭 最後是各打五十大板 就是說歐洲的科學證據 這個世界貿易組織也沒有完全採信 那美國在這個過程裡面 單邊的一些貿易制裁 世界貿易組織也覺得說太過當 所以他最後說我們有這樣的決議 要你們兩邊去談 很驚訝的 就是從一九八幾年美國 為了消歐盟沒有用荷爾蒙添加的肉品 他們就開始有專門去養給他們的這種農場 然後這個決議就是說擴大這個擴大 也就是說高品質肉品進到歐盟 是因為荷爾蒙這個爭論的一個決議以後 兩邊的同意 所以同樣的如果我們因為受肉精跟美國爭議 在那個場合裡面說假設真的台灣輸了說 那你也輸入這個高品質的肉品到台灣 我們就沒有三管乳卡的問題 所以歐盟就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還是檢測瘦肉精 可是他要檢測的能量就小很多了 因為他從原來生產的都已經為了他們這樣養的 因為歐盟就說我再怎麼樣 你再給我對我本身要輸你美國的農產品 刻意一些稅之後 我算一算還是划算說我在整個歐盟吃的肉 就是沒有荷爾蒙跟這個瘦肉精 那他的檢測叫做target檢測 就是有目標性的檢測 我們台灣是美國那麼多場 我們沒有人為我們特別養 那我們要在我們的海關裡面做抽測 抽測不行說下個禮拜要全面檢測 這個是自私益分 這個花多少錢啊 所以就是說我們到底應該怎麼樣去要求美國 或者是我們自己的檢驗到底要有什麼樣的system 才能夠達成為國民健康把關 我們先休息一會兒 待會回來 我覺得也不能因為這些什麼都爆出問題 那什麼肉都不用吃了 所以我還是照著自己的生活不要吃 就是不要吃過量